欢迎您收看 新闻焦点 华为出新机突破美国封锁 华为5G是不是真5G 技术一点多 芯片工艺过时 VOA许宁 美国重重制裁之下的中国华为公司 最近推出新款旗舰产品Mate60 Pro智能手机 中国国内舆论立刻得出 华为不为美国打压 重返5G手机行业的结论 但业内专家认为 华为新手机是否具备真正意义上的5G技术 还有许多疑问 其内置的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 应制造工艺过时 除非中国政府砸钱补贴 否则华为很难夺回5G手机市场上的 有利竞争者地位 华为5G是不是真5G 从2019年开始 在美国一系列制裁和出口管制下 华为只能使用库存芯片 推出有限批次的5G手机 美国不仅禁止依赖美国技术的外国芯片制造商 向华为出售任何芯片 还切断了华为及其相关伙伴 获取芯片制造工具的渠道 因此 从2021年7月开始 华为的P50系列手机 甚至被迫退回到了4G技术 华为公司8月29日低调宣布 华为商城提前销售新款Mate60 Pro机型 几天后 淘宝 京东等线上平台全面开售 华为商城的一封公开信中说 华为推出 Wawei Mate60 Pro先锋计划 称这是史上最强大的Mate手机 路透社今年7月曾报道说 华为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重返5G智能手机行业 依赖的是 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的芯片设计技术 以及中芯国际的芯片制造技术 虽然中国官媒和一些网民将这一产品 誉为华为5G手机行业回归的标志 但华为并未举行任何产品发布会 这一低调做法引发许多外界猜测 与中国外交官员和政府官媒一片较好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华为和中芯国际对新手机的技术突破 一直保持沉默 中国用户在社交媒体展示的测速视频显示 华为Mate60 Pro手机开机接入无线网络后 并不显示4G或5G的信号指示图标 但这些评测者说 Mate60 Pro的下载速度与主流5G手机网速旗鼓相当 彭博社记者用这款手机后 在香港用中国移动网络测试后称 手机无线数据传输速度达到每秒350M 黑龙江的一名科技博主在微博上发布视频说 目前来说 我们这边测的是500多兆的速度 但在一些网络比较发达的地区 能够测到800多兆的速度 这个速度显然它不是4G 英国市场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创办人 数字移动技术系统专家 理查德 温莎 Richard Windsor 说 网上常见的简单速度测试 并不能完全证明 华为这款手机具有5G连接能力 他对美国之音说 通过一种称为载波聚合 Carrier Aggregation的技术 获得所展示的那种速度 是完全可能的 你可以用4G做到这一点 温莎说 5G的定义并不在于速度或吞吐量 而是在于低延迟 和在高频频段下的优质接收能力 电信技术信息权威机构 GSM Arena公布的 Mate60 Pro手机规格参数显示 该手机的无线通信技术规格为 GSM CDMA HSPA CDMA 2000 LTE 没有做出这款手机 具有5G技术的评断 相比之下 苹果 三星等主流智能手机 是否具备5G技术 规格参数中的信息 一目了然 分析认为 华为这款手机 究竟是否具备5G技术的 另一处疑点 是华为方面 对相关技术细节的低调和隐晦 在华为的官方网站的正式介绍中 Mate60 Pro的技术规格信息 对5G概念的只字未提 在这款手机的包装上 也没有任何5G字样 常年关注华为技术发展 和市场行为的欧洲电信行业咨询公司 斯特兰德咨询 Strand Consult 首席执行官约翰 斯特兰德 John Strand 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华为的新手机 是一款采用中国先进芯片组的5G手机 华为会昭告天下 他说 华为和中国从来不讲谦虚 他们爱讲故事 7纳米制程的麒麟芯片 用的是落后工艺 除了在5G技术方面 吹捧自力更生 更令中国舆论欢欣鼓舞的是 这款手机运用了 华为和中国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 SMIC 以7纳米制程制造的麒麟芯片 加拿大拆机评测机构 Tech Insights星期一 9月4日 对华为这款手机进行拆解分析后 做出结论说 手机使用了中芯国际生产的 7纳米麒麟 Teering 9000S芯片 该机构副主席 Dan Hutchison Dan Hutchison 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新的华为Mate60 Pro智能手机中 发现了使用中芯国际7纳米 N加2 制造工艺的麒麟芯片 这表明 中国半导体行业 在没有EUV光刻工具的情况下 能够取得技术进步 他说 这一成就的难度 也表明了该国芯片技术能力的韧性 与此同时 对于那些试图限制其 获得关键制造技术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不过 许多分析认为 华为与中芯国际取得芯片技术突破的观点 被过分夸大了 中芯国际早在去年就证明其具备制造7纳米芯片的能力 但靠的是一种合格率和产出量都较低的过时工艺 衡量芯片先进程度的关键指标之一 是芯片表面晶体管的数量 晶体管之间的间距 以纳米来衡量 间距越小意味着可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就越多 代表芯片的结构复杂 性能强 功耗低 美国协同盟友禁止向中国出口荷兰阿斯麦 ASML公司生产的集子外光 EUV设备 EUV光刻机是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等先进晶圆厂 规模量产先进制程芯片不可或缺的设备 但中国企业依旧可以靠上一代的深子外光 DUV设备制造达到7纳米水平的芯片 中芯国际应在美国出口管制下 无法获得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 尽管在14纳米芯片方面技术趋近成熟 但要达到7纳米芯片的制程水平 靠的是以DUV设备制造7纳米芯片的方法 这是一条技术上的死胡同 因为这一方法存在致命缺陷 成本高昂 良率低下 导致依托这类芯片的设备难以量产 以DUV设备制造7纳米芯片 靠的是多重曝光图案化 Patterning的方法与之相比 用EUV光刻机制造7纳米芯片 只需要一次曝光 因为多重曝光 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的 出产良率极为低下 在集成电路制造中 晶圆良率值完成所有工艺步骤后 测试合格的芯片的数量 与整片晶圆上的有效芯片的比例 中国技术行业分析人士推测 中芯国际在14纳米芯片方面 能够达到95%的良率 但以DUV光刻机制造7纳米芯片 良率只有15% 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 政府与商业系副教授 傅道格Douglas Fuller 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 业内传言称 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生产 良率不到10% 这太可怕了 此外 阿斯麦向中国客户出口 DUV设备也将面临限制 相关禁令将于明年生效 分析人士说 这意味着中国公司 依靠外国设备制造 麒麟9000S这样的芯片的重要途径 将被封死 中国芯片制造工艺将果足不前 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创办人温莎说 能够制造出一个能用的芯片 和能够以高产量 制造出数百万的芯片 不会破产 这是两件非常非常不同的事 他说 就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的商业性而言 我认为 根本没有证据表明 中芯国际可以以高产量 和可盈利的方式 制造7纳米芯片 政府可能砸钱 支援华为芯片生产 不过 在中国急于以举国之力 突破美国卡脖子 制裁的无奈困境下 这种已被其他先进企业证明 低效的芯片制造策略 可能会得到北京的大力支持 台积电在其7纳米 芯片生产的早期阶段 也使用了DUV设备 英特尔也曾试图使用这一方法 但随后都转向EUV设备 路透社9月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业内简称大基金 第三期计划融资3000亿人民币 约410亿美元 继续砸钱支持半导体行业发展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福道格说 如果以高效 大规模生产为评判标准 由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设计 中芯国际制造的芯片并不代表真正的进步 他说 中国政府为这种低效的生产支付了大笔费用 这对华为来说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但不是推进中国本土制造技术的明智方式 他说 官媒嘲讽雷蒙多 美国制裁失灵 中国官方媒体和部分网民将华为Mate 60 Pro 奉为突破西方芯片技术出口管制 回击美国打压的胜利标志 但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 中国官媒群情涌动 百般嘲讽美国制裁效力的实际目的 是希望美国也质疑自己的出口管制做法 最终放弃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路线 Mate 60 Pro出货之日 正值美国商务部长东盟欢迎世界领导人 但中美竞争使该地区黯然失色 路透社 东盟集团欢迎世界各国领导人 来到印度尼西亚参加峰会 预计该峰会将关注美中之间的竞争 这已经使东南亚地区黯然失色 东盟将与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中国总理李强以及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 等合作伙伴国家的领导人会晤 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是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因为东盟渴望就这一贸易走廊的行为准则达成一致 该走廊上有几个成员国与中国存在重叠主张 美元飙升引发警报 中国和日本加大外汇反击力度 蓬勃设 由于美元再度上涨 亚洲货币创下多月低点 日本发出了数周以来最强烈的警告 反对日元的快速下跌 而中国央行则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以保卫人民币 衡量该地区货币的蓬勃亚洲美元指数 跌至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收盘水平 而美元则交投于6个月高位 日元和人民币是今年亚洲货币中 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 摩根士丹利对新兴市场货币的看法转为看空 原因是中国风险 蓬勃设 摩根士丹利重新看跌新兴市场货币 原因是对中国增长风险的担忧 该银行对离岸人民币增加了空头头寸 称离岸人民币的疲软和中国宏观经济的疲软 将波及其他新兴市场 摩根士丹利并不是唯一预计人民币走弱的银行 高盛也预计人民币将继续疲软 原因是出口疲弱 国内消费低迷和通缩压力 然而 高盛表示 中国央行的支持措施将减缓人民币贬值的速度 软银的ARM公司推出IPO 以520亿美元的估值吸引TRO 日本时报 ARM控股公司周二在巴尔迪摩启动了其IPO路眼 旨在筹集高达48.7亿美元的资金 将剑桥总部的芯片设计公司估值高达520亿美元 这家由SoftBank集团拥有的公司已经签约了包括苹果 英特尔和英伟达在内的主要客户作为上市的基石投资者 如果承销商行使其绿鞋选择权 这次IPO将筹集到52亿美元 非洲气候谈判聚焦不公平的全球金融体系 日本时报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加入非洲领导人的行列 要求对过时和不公平的全球金融体系进行紧急改革 他在肯尼亚举行的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峰会上发表讲话 旨在展示非洲的绿色潜力 内罗币峰会希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阿联酋周二承诺投资45亿美元 加速非洲的清洁能源转型 因为非洲的领导人希望重塑其经济叙事 这场为期三天的会议于周一开始 吸引了来自非洲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府和工业领导人 以及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中国的腾讯公司在北京顺利通过障碍后 将推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路透社 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宣布 将于周四发布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该公司已经开发了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 混元数月 并一直在扩大内部测试 腾讯的宣布是在中国上个月 开始批准公开发布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之后 包括百度和商汤科技在内的中国其他大型科技公司 已经发布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腾讯的股价周三下跌了1% 中国第二号人物登上世界舞台 习近平不出席印度G20峰会 日本时报 中国总理李强本周将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会议 然后前往新德里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 成为自2008年峰会开始以来首位出席的中国总理 这个机会将使李强能够讨论北京的经济政策 并提升他的全球能见度 然而 由于习近平主席对政策制定的控制力增强 他的总理职位已经比前任享有的权威更少 中国总理李强 推动与印度尼西亚加强合作 路透社 中国总理李强表示希望与印度尼西亚在绿色能源 数字经济 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扩大合作 李强正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一个地区峰会 他向商界领袖保证中国将继续开放市场 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还希望印度尼西亚保持开放市场 并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的商业环境 李强将参观中国资助的高铁项目的试运行 该项目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印度股市有望低开 跟随亚洲同行走低 原油价格上涨 路透社 预计印度股市周三将略有下跌 受到亚洲市场下滑的影响 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和油价上涨的担忧 亚洲市场下滑是因为数据显示 中国8月份的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为8个月来最慢 引发了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长的担忧 欧元区和英国的商业活动在8月份也出现了下滑 美国股市收盘时也下跌 因为数据显示 7月份美国工厂订单下降幅度低于预期 并有一位美联储官员表示 可能会进一步加息 油价上涨也是印度的一个担忧 因为印度是主要的原油进口国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